即使是如今可以在红毯上吸引无数镜头的双鬓 当年也有过稍显稚嫩的造型 2004年的莱卡风尚颁奖大典上 李冰冰穿着粉色皮草加豹纹裙子 范冰冰则带着一个皇冠头饰 网友调侃仿着年轻瞎折腾 讲心凭长相可以称得上是大美女 但这诡异的腮红 中毒的黑唇让网友疾忽 化妆是你还我华妃娘娘 袁珊珊盘舌发型被网友笑称是大驱 她自己都忍不住调侃 这明明更像乌冬面 刘诗诗曾以银色短发的造型 现身万圣节派对的红毯 简直是要颠覆观众对她以往的温柔肃静认知 刘嘉玲的这套黄袍 没看出贵族气质反而土豪的冒泡 孙丽这一身吊带短裙长靴 再加上中国风元素 真算是最不伦不类的娘娘了 赵薇一度有红毯雷人女王的称号 但幸好现在女神找准了自己的风格 而张子怡这肚兜造型 也跟赵薇的雷人完全有一拼 舒淇很少在红毯上失手 不过这一身假偷式旗袍 加上这波浪头和剪刀手也是对了 李文 瞿颖 李冰冰 同场的这三位女性 真是时尚时尚最时尚 而这中了毒的造型 那你能认出是祝你平安的孙悦吗 同样中毒以身的 还有顶着地沟头的黄岐山 简直和李小璐撞了妆容有没有 张与琪这沙玛特的造型不说也罢 张上涵胸前这两朵 大概是真正的奇葩 李多海衣服没啥 但掉出来的卫生纸 惊呆众人 还有这话题最不得不提的 Lady Gaga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演鬼片还有家特效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